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那今天外面呢 是一个阴天 因为刚刚早上的时候呢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所以如果你们听到一些水声啊 或者是一些杂声的话呢 或者是可能灯光会稍微有点变化 那请你们多多的见谅跟包含 好 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东西呢 跟保养品没有关系 然后跟美妆也没有关系 今天要分享的呢 是 这一个 对 就是这一大袋的零食 那这一大袋的零食呢 是我大概前两个星期左右吧 就是我们在这边的那个 Sunset City 就是新达城那边 有一个三天的零食展 就是那个World Snack Fair 那这个零食展呢 主要是售卖一些各国不同的零食 像日本啊 韩国啊 就是美国的一些不同的零食 好 所以今天就通通的呢 就来跟你们分享 然后当场试吃给你们看 好 那 那 呃 除了就是分享这些零食之外呢 到影片的最后呢 到影片的最后呢 我也会来一个 呃 小小的日本战役瓶开箱 好 那我们就 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吧 好 那我这次买的零食呢 就是呃 有这边这么一大袋 那因为实在是呃 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不一定每个呢 会呃 呃 当场开来试吃给你们看 那如果可以开来试吃给你们看的话呢 我就一定会开 好 那因为东西有点太多 所以我就呃 不按顺序了 就拿到什么就说呃 说哪一样 好 首先第一样要分享的呢 是这个 对 这个呢 其实坦白说 我是被它的包装给西影才买的 因为它有这个非常可爱的 这个呃 呃 牛奶妹的图案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这个呢 它是一个北海道的那个呃 特产吧 应该是 对 呃 北海道的一个特产 然后它应该是一个就是牛奶口味的一个饼干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主要就是它的包装很可爱啦 但是吃起来呢 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好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就当场开来试吃给你们看 好 首先把它剪开 哦 它里面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独立包装的 对 原本我以为它里面就是呃 没有独立包装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开了之后呢 就要呃 装在盒子啦 不然它会软掉 好 我就直接拿一包开来给你们看 好 它里面呢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独立包装 非常非常可爱 应该是 应该是蛮小一片吧 因为感觉就是 非常小的一包 好 我就直接开来试吃给你们看 哦 开起来之后呢 它的 它的那个牛奶味还蛮重的 OK 好 看它开起来 哦 好可爱耶 好 它开起来里面呢 它的size呢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圆圆小小的一个 一个饼干啦 就是 呃 体积也不大 但是它的厚度呢 其实是还 是做的还蛮厚的 就是跟一般饼干就是比起来的话呢 它这个是做的还蛮厚的 好 就是当场试吃一下 嗯 它这个饼干很脆 废话 饼干当然是脆的 好 然后再来呢就是 嗯 其实它的 它的奶味呢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重 因为有些牛奶饼干呢 它们就是里面的那个 那个 呃 牛乳的味道 其实是还蛮重的 但是这个其实还好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 嗯 就是它的牛奶味算是蛮清淡的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的话呢 也不会很腻 而且如果像是牛奶味非常重的话呢 你吃多几种你都会觉得很甜很腻 但是这个它完全不会 这个我觉得就是拿来做那个 呃 下午茶点心啊非常的适合 或者是你搭配一些 呃 麦片饮料啊 或者是一些巧克力饮料 都应该还蛮适合的 或者是搭配 呃 一些茶啊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都应该还蛮适合 嗯 真的是非常好吃 好 那这一包牛奶饼干呢 呃 我不确定就是一般的超市 或者是NQC有没有售卖 但是如果你们就是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很想尝试它的味道 你们可以去 呃 可以去NQC或者是COOL STORIES找找看 或者是甚至可以去那个 DONYON TALKING 呃 就是那个糖吉克 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已经开了一间糖吉克 然后你们可以去那边找找看 有没有这一款就是牛奶饼干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吃啦 因为它的那个牛奶味不重 然后吃起来不会腻也不会很甜 好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零食 好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也是一个日本的零食 我第一次买的零食 好像大多数都是日本居多 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个人就是还买爱吃的一款零食 那这一款呢 它是一个CHEESE ALMONT的饼干 好 它是长这样子 它里面呢 同样也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然后呢 这一款呢 我觉得就应该比较好找 就是在一般的M2C啊或者是超市 呃 应该不难找到它的中影 好 那它里面呢 就是这样子对 就是这样子独立包装的 好 我就直接开来 拿一包试吃给你们看 好 我一开起来之后呢 虽然它里面是独立包装 但是我已经闻到它里面的那个CHEESE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香 好 它里面呢 就是长这样子 非常可爱的一个独立的小包装 那它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一个圆形的饼干 然后饼干上面呢 就是有那个CHEESE 然后在CHEESE的上面呢 就是一颗杏仁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CHEESE 还有杏仁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 应该还蛮合我的胃口 好 那我就直接开起来 好 它里面呢就是长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子圆圆小小的一个 好 直接吃 它的饼干好好吃喔 它的饼干是那种Rice Cracker 就是应该是用米做成的一种饼干 所以它吃起来呢 有一个 有一个那种非常香的那种味道 就是有点像是米的那种味道 好 然后它上面呢是 就是涂了这个CHEESE 然后再加上一颗杏仁 好 我就直接吃了 嗯 太好吃了 这个饼干啊 搭配那个CHEESE 味道非常非常棒 然后再加上那个杏仁的那个香脆感 真的是好好吃喔 这个CHEESE呢也不会说很腻 它的CHEESE呢算是 算是还蛮爽口的 对 还蛮清新的 那我不确定它们用的是什么样的CHEESE 它这边后面只是写CHEESE POWDER 所以我也不确定它们用的是什么样的CHEESE 但是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它吃起来呢 非常的酥脆 非常香 然后再来呢 是它的CHEESE呢 也不会让你感觉到 就是很甜 或者是很腻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还蛮推荐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在 一般的超市啊 FORSTORISH啊 N2C 只要你们到那个 日本零食的专卖去呢 就应该 肯定会找到它这个的中心 虽然可能不是同一个牌子 但是其实我觉得 其他牌子呢 也是同样做成这样子 应该也是蛮好吃的啦 但是如果你们 比较想要尝试这个牌子的话呢 可以不妨就是去那个 FORSTORISH啊 超市找找看 好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二样零食啦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三样零食呢 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觉得很陌生 那这个呢 是TICKET的那个巧克力 那它这一款呢 是草莓口味的 那我觉得TICKET基本上呢 大多数人都应该有吃过啦 不管是 它的经典的那个巧克力口味 或者是其他的口味 我觉得 在一般的超市啊 或者是 一些超商 日本超商 都应该不难找到 TICKET的中心 那TICKET在日本呢 其实算是一个 还蛮受欢迎的一款 零食的巧克力 那我觉得他们在研发口味方面呢 其实做的真的是 非常好 像除了经典的巧克力款啊 他们还研发了什么 嗯 茶啦 然后还有香蕉啦 然后甚至是什么 薄荷口味啦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草莓口味的 呃 我在这边就不开来给你们试吃啦 因为我觉得TICKET 呃 算是 其实还算是蛮普通的 所以我觉得 呃 大多数人都应该已经吃过 然后知道它的味道是如何 呃 那呃 呃 这一款这个草莓口味呢 我觉得在一般的超市 都应该是还蛮容易找到的 所以如果你们 呃 如果你是草莓爱好者的话呢 或者是你很喜欢吃 草莓口味的巧克力呢 可以不妨去 呃 超商或者是 go story找找看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不难找 所以这个呢 在这边也分享给你们 好 接下来这两款零食呢 我觉得呃 对大多数人来说 应该也不会很陌生 好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呢 我这一次呢 买了两个不同的口味 好 这个呢 它是长这样子的 对 然后它这个呢 是一个caramel corn的那个零食 但我忘了它的这个口味是什么 因为坦白说全部都是日文 其实我也看不懂 那后面的那个 呃 英文的番茄呢 它也没有说这个是 呃 什么口味这样子 所以 呃 我当时其实是看到它的那个包装啊 颜色非常可爱 我就买了 然后当时在那个零食展啊 然后它很多都是 呃 在做促销跟打折 像比如说你买三包十块啊 或者是 呃 或者是两包 呃 两包十块啊 十多块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买一包的话呢 其实又呃 感觉没有很划算 所以这一次我就买了两包 那这一包呢 它是长这样子 对 它是这个黄色的包装的 然后呢 呃 我也不知道它的口味是什么啦 因为真的我看不懂日文 那这两包口味呢 我觉得都应该是限量版的口味 因为它前面这边有写 呃 期间限定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 呃 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口味啦 那它的原味呢 是那个红色包装的 只要你们有去Daiso大窗逛的话呢 就应该有看过那个原味的那个包装 然后在Daiso只卖一包两块 那这个我买的价钱我不太记得了 但是我记得大概 呃 也是还算是蛮便宜啦 就是总体来说算蛮划算的 那它这个 这边有写是什么北海 北海道产大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口味可能是一个豆类的口味吧 那这个我就 呃 它说什么 同样也是一个豆的一个口味 所以我也不确定 好 我在这边就直接 呃 开其中一包来试试给你们看 那到底要开哪一包呢 嗯 嗯 好我就开这个 这个 巧克力包装的这个颜色好了 那这款零食呢 它里面就是没有像 呃 之前的那些是独立包装的 所以如果你开起来之后呢 一定要 呃 把它密封的好 或者是放在一个罐子 这样子呢 它才不会 就是容易的就是软掉 好 它里面 嗯 味道方面是 还蛮香的 好它里面呢 就是长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它的形状嘛 就是 跟呃 原味的那个 那个口味呢 它的形状呢 是一样的 就是做这种就是 呃 圆弧形的这个 呃 形状 好 吃一喝 嗯 坦白说我吃不出什么味道 因为我觉得它 它的味道没有很浓 我觉得跟 嗯 我觉得好像跟那个原味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 再吃一喝看看 欸真的我吃不出什么味道 它味道好淡喔 嗯 真的跟那个原味的好像差别没有很大 嗯 我真的是吃不出什么味道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蛮好吃的 就是 呃 如果你是不喜 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喜欢吃那个popcorn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 呃 替代品 可能唯一的差别呢 就是它多了那么一点点的那个 呃 那个caramel的那个香味跟口感在里面 对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还算是蛮普通啦 蛮一般 但是如果你们对这个零食或者是喜欢这款口味的话呢 你们可以不妨就是去 呃 日本超市或者是Cold Story找找看 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100%有 对 但是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好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 呃 caramel corn的这个零食 好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三包零食呢 是这个 那这个呢就是 呃 软糖 那坦白说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软糖的 但是为什么会买到这三包呢 主要第一点是它的价钱非常便宜 我记得当时 它的价格好像是买到三包就10块 然后第二点再来呢 是我觉得它的 它的那个包装非常非常可爱 对我就是一个眼控啦 就是很容易被包装的东西给吸引 好 那它这个软糖的那个品牌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叫 canro 对 我不确定是不是它的那个品牌了 但是 呃 它每一包的上面呢都是有这个标签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它的牌子 那我这次买的这三包呢 都是不同的口味 好首先第一包这个呢是 呃 柠檬的口味 对 然后呢就 我觉得应该是 不会很酸吧 好直接开来给你们试吃一颗 它这个包装呢我觉得就是做的还蛮好的 因为它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个那个密封的那个夹链带 所以如果你就是呃吃不完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子密封起来 然后这样子呢它 它里面的那个糖果呢就不会呃受到那个空气的污染啊 或者是 或者是整个坏掉这样子 好我们就直接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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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酸 對我原本以為它會非常非常的酸 因為它是檸檬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好 它其實還蠻容易軟化的 就是你放在嘴巴裡面 然後用你的口水去把它慢慢融化之後 它就會變軟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咬 去咬它 好那你剛剛開始吃第二 放進嘴巴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那個檸檬的那個酸味 但是沒有很酸 對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酸 然後你慢慢把它上面的那層糖慢慢的溶解之後 它那個糖就慢慢的變得比較淡 沒有什麼檸檬的味道在上面 然後那個口感非常好 那我不喜歡吃軟糖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像有些軟糖他們做的那種好像 有點像是那種塑料的那種 那個口感 我不確定你們明白我在說什麼 就是好像 好像前陣子就是很有名的那個 做成一個那個小熊的那個圖案的那種軟糖 那種我個人很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就是 說實際上感覺很像在吃塑料的那個 那個口感 但是這個它完全不會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 畢竟它的味道還蠻不錯 它的檸檬的那個酸酸度呢 我覺得做的剛剛好 沒有很酸但也沒有很淡 然後再來的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那個糖果的那個軟硬度 我覺得做的剛剛好 就是沒有很塑料感 沒有很硬的那種口感 但是它也不是軟到就是你一咬 它就整個溶解掉了 還不錯還不錯 這個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是很喜歡吃 很喜歡吃軟糖的話呢 這個牌子這個味道我個人都還蠻推薦的 那我覺得在一般的超市 應該也是會買到吧 但是我不確定 但是你們可以去找找看 這個就是第一個 好接下來這個是一個 一個蜜桃的口味 然後它同樣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做成這種愛心的那個圖案吧 好吧就直接開來給你們試試看看 因為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吃那個 Peach的那個水果 只要是潤的是有Peach的那個東西 我都還蠻喜歡的 像是零食啊 食物啊飲料啊 只要是有Peach我都很喜歡 所以當時我看到它有這個 Peach的那個口味 我就毫不猶豫就拿了這一包 它裡面 它那個Peach的味道好香耶 好然後它裡面真的是 是同樣也是愛心的圖案 但是呢它這個是做那個 淡粉紅色的顏色 非常可愛 好就直接吃 好耶第一點 它的那個Peach的味道呢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重 跟那個淋紅的一樣 就是一個清清淡淡的一個 那個Peach的味道跟口感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如果它放的太濃 或者是太甜 吃了會很膩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口感 就是跟那個淋紅的一樣 就是軟硬度適中 我覺得主要就是它的味道 就是它的Peach的味道 我覺得做的剛剛好 清清淡淡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對好 這個就是那個Peach的味道 好 接下來這一個 坦白說這個 我不確定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應該是葡萄味吧 對 清葡萄味 這個我就 我就盡量不開來給你們試吃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 除了味道之外 我覺得它的那個糖果的口感 蠻硬度都 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這個等我之後呢 開來試吃之後呢 我再來跟你們分享它的味道 就如果我覺得我吃這麼多的話呢 我的牙齒啊 裡面全部真的是會掉風光 好 這個就是三包這個 日本的這個軟糖 非常非常好吃 對我覺得如果你們就是 喜歡這種軟硬度適中的軟糖 或者是喜歡 口味比較清淡的這種軟糖的話呢 可以不妨真的是去超市找找看 這個牌子 對這個看肉 然後它的這個上面是有寫Pure 對它每一包都有寫Pure 對 不確定是品牌名稱還是什麼 那是你們可以去超市找找看 好接下來這三包餅乾呢 雖然不是在那個零食展買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一併來跟你們一起分享好的 好那這三包零食呢 是我在Vivo City的那個 Marks & Spencer的那個Sale那邊買的 那他們那邊呢 就是除了就是餅乾零食之類有做打折之外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一些日用品啊 跟一些茶包啊 都都一併的有做促銷 但是我不確定它的那個Sale 現在還有沒有 那如果你們就是很喜歡 Marks & Spencer的零食啊 跟一些日用品啊 你們可以不妨去Vivo City看看 好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他的三包餅乾呢 是這三包 對就是我買了這麼多 那首先第一個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內疚 非常的抱歉 因為那一天就是 一買回來之後啊 然後我媽就看到說 欸你買了這麼多餅乾啊 就直接開一包來試吃 然後因為我媽呢 她很喜歡吃Almond 就是跟我一樣很喜歡吃杏仁 所以她看到這個杏仁餅乾 然後她就直接說好 她就直接開這一包來吃 然後就說好吧 就直接開開來 然後我們一起吃 但是 沒想到開了之後呢 就是 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呢 就已經 就已經幾乎整 整大半包被她吃光啦 其實裡面呢 就剩最後的三天 對 那她吃第一片的時候呢 她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她覺得 就是那個杏仁味很香很濃 所以她就應該 後來就應該是 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 每次就是透透的吃個一兩片 所以到最後呢 剩下這最後三片 我就跟她說媽你不要再吃了 這個三片呢 我要留下來拍影片 給你們分享 好那 它裡面的包裝呢 就是這樣子 就是用這個塑料的這個 這個盒子來裝 然後它裡面呢 其實就是 你一開起來的時候 它裡面就是這樣子 每一片就是這樣子 獨立式的站立起來 好 那剩這最後三片呢 我就直接 拿一片來給你們吃 但是其實我也是 我也是QD啦 就是 除了是我媽給你們吃之外 我之後呢 其實就是 每次看電視 或者是下午 就是肚子比較餓的時候呢 就可以拿個一兩片來做 那個下午茶點心 對 所以這個也不完全是我媽吃光了 好 它的這個形狀呢 是長這樣子 就是還 其實是還蠻大一片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看起來非常的普通 但是其實它吃起來 我跟你講 它的那個杏仁味 非常非常香 好 直接吃 它那個杏仁味太好吃 太香了 它那個杏仁味其實 就是 嗯 就是做的我覺得就是 它的那個味道跟口感 做的其實是剛剛好 它不是 像一些其他餅乾 就是做的非常濃啊 非常厚的那種味道 它做的其實是 我覺得算是適中 然後所以你吃起來呢 它的那個口感跟味道 非常非常香 嗯 超好吃的 它那個杏仁味太好吃了 好像這個我覺得就是 拿來就是做一般的下午茶點心啊 或者是 嘴巴要冷餐的時候啊 或者看電視的時候想吃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一片 就 就還蠻足夠的 好 吃多一口 嗯 非常好吃耶 我感覺如果我再吃下去的話呢 我應該很快就沒聲音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就剩這兩包 好那這一包呢 是叫 chocolate cheese and hazelnut cookies 那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 巧克力餅乾的 然後再來呢 其實 hazelnut我也很喜歡 所以當時我看到這個就 欸 它結合了兩個 我都非常愛吃的那個 那個味道 所以我就想說 好啊 就直接買 嗯 好吧 我就犧牲一下 直接開來給你們吃吃好了 好它裡面呢 就是沒有像剛剛那個 有一個那個 塑料的一個盤子裝 它裡面呢 就是全部 直接把餅乾這樣子放下去 嗯 它的那個巧克力味道 還蠻香的 好 直接拿一個 它這個裡面呢 就是長這樣子 其實也 也還算蠻大一片的啦 就是 如果你跟 其他的巧克力餅乾 比起來的話呢 它的 那個形狀 體積算是還蠻大一片 然後它裡面呢 上面呢 就是附滿了那個 chocolate chips 然後它裡面還有就是 那個 那個黑芬娜的那個碎片 在裡面 好 直接吃一口 好 OK 我個人覺得它的 它的那個巧克力味道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濃 幾乎是有點 是不帶到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再來呢 是 我覺得那個黑芬娜的味道 我也好像 沒有什麼吃到那個 那個香味 但是它的那個 餅乾的那個酥脆度 我覺得很好 就是不會太硬 但是也不會太軟 就是我覺得是適中的 雖然它裡面的那個巧克力呢 幾乎沒有什麼味道 吃的時候呢 你咬下去呢 其實隱隱約約你是吃得到 那個chocolate chips 在那個嘴巴裡面的 然後就是 但是它的那個chocolate chips 就是基本上沒有說 非常濃啊 或者是非常甜這樣子 只是我覺得好像 幾乎沒有什麼味道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巧克力餅乾的 這個 這個分享 先做一口 吃這個餅乾的話呢 如果有一點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它的巧克力呢 會融化在你的手指上 對 看到嗎 那我的手指已經變髒了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呢 就 稍微要比較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最後一包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 short bread餅乾 然後它上面呢 就是有放了那個 Belgium的那個巧克力 那這個 我在這邊就不開來 給你們試吃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 我再吃下去的話呢 我明天真的是沒有了聲音了 那這種 就是 short bread餅乾呢 其實坦白說我也 之前有吃過 只是它沒有就是淋上這個 巧克力醬的這個味道 那我覺得 short bread餅乾吃起來呢 基本上其實是 還蠻香的啦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吃的 但是 如果你不喜歡吃這種 short bread cookie的話呢 其實 就不要去買這個啦 然後這個就是 對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 short bread餅乾 然後淋上巧克力 那這個就是等我之後呢 試吃之後呢 再來跟你們分享它 味道如何 然後好不好吃 但是如果你們喜歡這種 short bread cookie的話呢 可以去Mouse & Spencer 找找看這一款 好啦 零食的部分呢 終於介紹完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應該你們是 最期待的那個部分 就是 戰役品開箱 好 那今天的戰役品呢 其實沒有很多 呃 就這邊這個 一大袋 好 那這些日本的戰役品呢 呃 是我姐姐前陣子 回去日本的時候呢 呃 有一些東西是我做 他幫我買的 然後有一些呢 是 呃 他自己買來送給我的 那 呃 因為東西其實也不算是非常多啦 所以我也不按順序 就是拿到哪一樣 就直接說哪一樣 好 首先第一個要分享的呢 是 這個 呃 這個是他自己買給我的 就是不是我拖他幫我買 那這個呢 是一個很可愛的 一個HALO KITTY的 一個迷你的拖特包 好 就是長這樣子 那他的這個布的材質 我覺得做得非常非常好 好 給你們進看一下 他的那個材質的部分 他是做這種 比較厚的那種呢 黏麻的材質 那個薄度跟那個厚度上面呢 我覺得他做的算是剛剛好 不會到很薄 但是也不會到非常厚的那種 基本上他的材質呢 是 做的是還不錯的 好 那他整體的造型呢 就是長這樣子 那前面呢 就是有一個一半的 HALO KITTY的那個頭 然後再來呢 就是他非常經典的那個 紅色的那個蝴蝶結 那上面的部分呢 這邊就是做 呃 黑色的點點 然後跟背後呢 是 互相連接跟呼應的 然後再來背後 仔細看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HALO KITTY的那個名字 對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呃做的非常好看 非常可愛啦 然後他裡面的容量呢 就是呃 真的是很大啦 我覺得就是 呃可以放蠻多東西的 然後再來裡面呢 他有一個這個小小的一個 呃夾層 就是可能可以給你放卡片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私人的物品 那我個人基本上是 呃很喜歡這個托特包了 但是如果要說缺點的話呢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呃 呃 他的這邊啊 就是沒有那種什麼扭扣啊 或者是那種 Velcro 可以黏在一起 所以這種托特包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呢 裡面的東西其實是 呃 會還蠻容易掉出來的 所以這一點在使用上呢 要稍微比較注意 那除非你就是呃 自己就是去縫一個扭扣啊 或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其實 呃 基本上還 還OK啦 是直接可以用的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有那種扭扣的那個設計 所以我可能之後 呃 會請修改阿姨 幫我直接縫一個扭扣啊 或是什麼在上面 這樣子使用起來呢 就呃 會比較安静 比較安全啦 就是不怕裡面的東西 全部掉出來 好接下來 來看我姊姊給我買的什麼 好 他 他直接買了一條那個 呃 毛巾給我 然後也是HALO KITTY的 好 就直接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圖案 就是 就是整隻HALO KITTY都是 直接在上面 但是他這個 這個算是毛巾還是 好 就直接開來給你們看吧 好 他就是直接 這樣子 還蠻長的耶 欸 拜託啦 我的臉有這麼大嗎 他就是這樣子 這麼長 一條 我覺得應該是 拿來就是做 面筋吧 就是讓你洗臉的時候用 欸 但是我的臉真的有這麼大嗎 這個要怎麼用阿 這麼長 好了 但是他上面的圖案呢 是真的是非常可愛啦 就是 嗯 就是布滿這個 HALO KITTY的這個圖案 然後就是 不只是他的頭而已 然後他連身體都有 好 給你們看 對 他連身體都有 非常可愛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他這個毛巾啊 就是做的 還蠻柔軟的 他的材質做得很不錯 應該是不會紮皮膚的那一種 非常非常柔軟 那至於他會不會吸水這一點 我就不確定啦 所以就等我拿去洗了之後 用了之後呢 再來跟你們分享 但是 這個也太大了吧 要怎麼用阿 你看我對摺一半喔 他還是比我的臉還要大 所以這個我應該會 先暫時收起來 等要用的時候呢 再拿出來用吧 好 這個第二樣 沾一瓶 好 接下來呢 好 就是這個 那這個呢 是我托我姐姐幫我買的 雖然在新加坡可能也會找得到 或者是在網路上也容易找到 但是 反正我想這一次他都要去日本嘛 所以 我覺得日本應該會還蠻多的 所以我就直接托他幫我買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 環保的購物袋 好他首先呢 他的那個 包裝呢 是這樣子 就是 對著起來 然後收馬成一個 這一種就是正方形的一個 小包的那個設計 好他開起來呢 就是 就是 找 哇還蠻大勒 好他開起來呢 就是 就是這麼大一個 哇 這個是好大耶 我覺得可以裝很多東西 就是比如說你去 超市買東西啊 去買菜都可以直接拿他來裝 好 那這個圖案呢 他是一個動物的圖案 然後 他的基本顏色呢 是做這種藍色的 好 給你們敬開一下 他上面呢 都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那個動物啊 長頸鹿啊 獅子等等 熊貓都有 對 熊貓在這邊 好 好 他裡面這個 暗袋呢 其實就是剛才你把這個 整個袋子折起來 然後收納進去的 好 他的袋子裡面呢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那個繩子 就是讓你在用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這樣子防起來 然後這樣子裡面的東西呢 就不會容易掉出來 我覺得基本上這個是 非常非常實用啦 然後再來呢 雖然圖案 我覺得就是 顏色方面 我覺得就是藍色會比較深一點 但是基本上 我覺得他的圖案算是還蠻可愛的 然後你背起來呢 就是直接這樣子背 對 那在新加坡這邊呢 其實基本上 使用這種環保的購物袋 去買東西的那個情形呢 其實還不算是非常非常的盛行啦 可以這麼說的話 但是在日本台灣 甚至是瑞士這些國家呢 其實他們都已經開始 就是提倡這個環保的這個概念 就是你買東西的時候呢 使用自己的購物袋 那在新加坡這邊呢 其實這個趨勢呢 還沒有到 就是像日本啊 就是做得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 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從 自己日常的一些小生活的一些習慣 慢慢的開始 所以我個人 就是其實我在 近期呢 也在慢慢的改變 我自己的一些購物習慣 這樣比如說我會 買東西的時候啊 尤其是買我的日常用品 我都會盡量的使用這種的 就是環保購物袋 就是自己可以帶去 然後去買你的菜啊 買東西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會 就是我個人是覺得會比較 比較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 比較環保一點啦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還是看你個人的習慣 但是如果你可以就是 就是開始慢慢的改變你的一些購物方式 然後提 然後就是改用這種環保袋 我覺得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還是覺得塑料袋 會比較方便的話呢 那就是你個人的一個選擇這樣子 好接下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 不是我叫他幫我買的 然後就是他給我這一大袋東西的時候呢 就好像已經在裡面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好他就是長這樣子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吃的吧 我覺得應該算是一種 嗯 酸梅的東西嗎 因為他上面這邊有一個梅子啊 就是酸梅的梅 會不會是酸梅片啊 呃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啦 Anyway 他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包裝 然後 我覺得應該是跟吃有關係啦 呃 這個我不確定新加坡有沒有賣 但是你們 有吃過這個的話呢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告訴我好不好吃 等等 那如果你們就是 呃 沒有吃過的話呢 然後想嘗試看看呢 我覺得 呃 新加坡的一些日本超市啊 或者是唐吉克 可能應該會有賣 你們可以去找找看 所以這個 對 應該是一個吃的東西吧 好 接下來呢 就是 呃 兩包這個 面膜 對 那這個面膜呢 是高斯旗下的那個 牌子 叫 Babyish 對 那這一款面膜呢 坦白說新加坡也有賣 呃 但是我看到的是 比較多是那個 盒子的那個包裝 那這種就是 呃 這種就是 Vacuum的這種包裝呢 坦白說會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看到 或者是可能有 但是我沒有去注意吧 好 那他替我買了這兩款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不同功效吧 全部都是日文 真的是看不懂 對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可能是保濕吧 對 如果我錯的話呢 請在下面糾正 他就是這樣子 粉紅色包裝的 然後裡面呢 一共有七片 對 然後再來呢 這個應該是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跟 可能跟美白有關係吧 對 他就是這樣子粉紅色包裝 對 那基本上這一款 呃 面膜呢 其實我有用過 那我個人是覺得 他的那個服貼性還算不錯 呃 再來就是他面膜的材質 我覺得也算是做得還蠻好 那他跟一般的面膜有什麼不同 就是呢 他的這個 呃 就是眼睛的那個洞啊 他下面就是還有 呃 另外兩片這個 所以讓你在 呃 敷面膜的同時呢 就是 同時可以敷到你的 那個上眼皮的部分 像 呃 我們一般的面膜啊 就是這邊兩個洞嘛 眼睛的洞 所以呃 你只是敷到那個 呃 那個下 下眼皮的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黑眼圈的那個部分 那上眼皮呢 通常我們會比較容易忽略 那這款面膜呢 他的特性呢 就是他在那個 眼睛的那個洞的那個下方呢 還有另外兩片 所以你直接 呃 敷完之後呢 你就把那兩片蓋 就是閉眼睛 然後蓋上去 你就可以敷到你的上眼皮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 呃 設計方面蠻好的一個 呃 一款面膜啦 好就在這邊分享給你們 好 接下來呢 是 我拖他幫我買的一些東西 好 首先第一個要分享的呢 這個我覺得你們應該不會感到非常非常陌生 就是如果你常常有去日本旅行的話呢 或者是你非常呃 就是時常去日本逛他們家的藥妝店 你一定一定會看到這樣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款保健品 叫Chocolate BB 那這款保健品呢 是凱文老師之前推薦非常非常多次 他自己本身也有在吃的一款保健品 那我這一次就決定 托我姐姐幫我買一瓶回來試試看 其實原本我是叫他幫我買兩瓶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只幫我買一瓶 well anyway 所以呢 他這個呢 呃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一個藍色包裝的 那這款藍色包裝呢 主要是吃 呃幫你做美白成分的 對就是美白的那個功效 那至於他的 呃口感啊 然後再來是他的那個顆粒大小的 呃我個人是 還沒有開來試吃啦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功效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像 呃之前凱文老師推薦的那麼好 所以這個呢 同樣等我試吃了之後呢 再來 呃跟你們 呃分享那個 心得 對他好不好吃 有沒有功效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那個 Chocolate BB 所以推薦給你們 好接下來的彩妝品的部分呢 同樣也是 我托我姐姐幫我買的 因為這個牌子呢 我覺得目前在新加坡是沒有 呃沒有售賣的 就是這個 對 然後這個是 呃日本品牌 Intergrade 的那個 呃粉底的那個系列 那我總共呢 就是教我姐姐幫我買了他們家的粉底液 然後還有蜜粉餅 那我知道Intelgrade這個品牌呢 前陣子推出了一個新的底妝 就是那個什麼果凍 嗯 火動粉底啊 然後就是圓 圓形的一顆 然後我看很多YouTuber 像風露啊 小米啊 KT都有推薦過 那他們的品牌呢 就是覺得 基本上是還不錯用啦 那我這次沒有叫我姐姐幫我買那一款 因為我主要就是想要試一下他們家 這一款經典的這個粉底液 好首先他的粉底液的那個包裝呢 我個人是覺得 呃非常好看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討喜的一個顏色 他主要就是他的蓋子的部分呢 是紅色的 然後再來下面是做這種就是 呃裸色的這個瓶身 好 他裡面的包裝呢 就是長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算是還蠻小的一瓶啦 那我買的這個顏色呢 是00號 我覺得應該是最白的顏色 那他這個還有做到SPA 30PA兩個加 所以我覺得在防曬系數方面呢 也算是做得還蠻足夠的 那他的那個 尺寸呢就是這麼小一瓶 好那 我在這邊給你們做一個簡單的試色好了 好 那裡面呢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是他的顏色 其實還好耶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的白 或者是非常非常水的那種質地 但是他抹開來之後啊 他的質地非常非常的薄透 非常清爽 顏色方面 我覺得跟我的膚色應該是還蠻搭的 就是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的白 我覺得00號應該是他們最白的顏色啦 所以 呃 但是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還好 對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死白啊 跟棒白這樣子 好 那這個等我實際用在臉上之後呢 再來跟你們進一步的分享使用心得 或者是可能會做一個全臉的上妝啦 然後使用這款粉底 那你們想要看哪一個呢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好然後呢 我還叫我姐姐幫我買了他們家的這個蜜粉餅 那他們家的粉餅呢 盒子跟粉蕊是分開賣的 所以你要買他們家的粉餅呢 就兩個都要一起買 再來他的粉盒呢 是長這樣子 就是做一個四方形的一個紅色的一個塑料盒 然後仔細看的話呢 他前面其實有一個愛心的圖案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這一款就是蜜粉餅啊 我之前就是看小米啊 夢露KT他們都已經有 就是分享過推薦過了 所以 當時其實我是 呃 其實有被燒到啦 只是因為新加坡沒有這款 這個品牌 所以就一直沒有辦法入手 那難得我姐姐這一次就是有回日本一趟 所以就叫他幫我買 好 他裡面呢開起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 呃 鏡子 然後再來這邊呢 就是給你放那個粉餅的部分 對 我覺得他的這個盒子的材質是還蠻不錯的 雖然是塑料的材質 但是 他的塑料是 我覺得還算OK啦 就是整體的造型呢 是呃 非常可愛的一種造型 好 然後再來呢 他的粉餅呢 呃 就是長這樣子 對 我在這邊就不開來給你們試色或是怎樣 然後他裡面呢 其實他有 呃 跟那個粉餅一起售賣的 對 我不確定你們看得到嗎 對 他下面那個呢 就是那個粉餅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 呃 就是分開賣 就是粉餅是一組 然後就是粉餅是另外賣的 所以這個就 等我實際的使用之後呢 也再來跟你們進一步的分享心得 好 接下來最後兩樣 好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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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耳環啊 對 就是一對耳環 然後應該是 呃 Hello TT的圖案吧 這個也是我姊姊買給我的 不是我叫她幫我買的 好 他開起來 喔 很可愛耶 好 他開起來呢 這個就是長這樣子 對 他就是一個 Hello Kitty的那個 頭的那個圖案 好 再來呢 是兩個不同的顏色 這個是一個紫色 好 這個是一個 就是 紅棕色吧 對 我不確定你們看得清楚嗎 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就是 兩邊帶不一樣的顏色 好 最後一樣 喔 這個很可愛耶 這個是那個 呃 女少女戰士的那個 那個 兇針的那個造型 對 很可愛 但是我不確定它是什麼東西啊 好 我就直接開 開了給你們看 好 它裡面就是 兩顆糖果 就是長這樣子 兩顆糖果裝 一個這麼大的盒子 而且那個盒子還這麼可愛 真的是合理嗎 這是 這是有點 真的是有點不知所措耶 有點speechless耶 你知道嗎 好了 它的糖果呢 就是這樣子 兩顆 那是什麼樣的口味呢 我就 不確定啦 所以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糖果應該不是重點 我覺得重點應該是它的盒子 因為它的盒子非常好看 非常可愛 你看 就是那個美少女戰士的那個 胸針的圖案 我覺得就是 可以拿來裝一些小東西啦 像一些你的飾品啊 或者是你的耳機啊 什麼都可以裝 所以我覺得 OK啦 算是 雖然這個盒子還蠻實用啦 但是那個糖果就 Anyway 所以 好 這個就是最後一樣戰利品啦 好了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 零食試吃 還有就是日本戰利品 小開一下 那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如果喜歡這支視頻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